于诗男冷眼看着他,沉声道,那批货现在何处?上晚痴笑一声,道,怎么?还有你于大少爷查不出之事。他红着眼睛看向于诗男,道,我偏不告诉你,来,杀了我呀。杀你?于诗男冷笑一声,那岂不是便宜你了? 至尊面前众声渺小,上晚被他盯得不住发抖,道,你想做什么?我不会让你如愿,有胆子就杀了我呀。于诗男调郎当走了几步,道,死了多没意思,你说是不是?说完哈哈哈哈笑了起来,还未睡醒就感知一团柔软,魏无羡哼了一声,懒洋洋道,小东西,你怎么又偷偷钻被窝? 毛茸茸嗓子里,发出细微呼噜声,被他揉得翻了个身,露出小肚皮继续水。魏无羡将脸埋在他肚子上吸了吸,弯唇笑了。他越发喜欢自己的灵兽,比起刚分化出来那会儿,小东西懂事多了,可爱多了,也更黏它了。一侧眸看见立着身子,正看他的滑溜溜,魏无羡下一条,道,怎么一点动静没有? 你们两个,为何都在我床上?滑溜溜缩回身子,凑近了些让魏无羡摸脑袋,尾巴间卷过床尾衣扇递给魏无羡,又用脑袋蹭蹭他。 往往这个时候,就是蓝忘机不在,滑溜溜自行过来守着小主人,而毛茸茸则是负责睡大觉那个,睡得比小主人还香。 多谢,魏无羡打着哈欠下床,先去桌边倒水喝,然后走出卧房。 陆离这两日都在照顾花又青,守在院中的是听兰。 他道,二公子在前听一事。 魏无羡道,谁来了? 听兰道,大公子和瑜伽少爷。 三个至尊前缘聚首,证明一定发生了什么重要之事。 魏无羡也不想打扰,反正蓝忘机回来,会告之于他。 用过饭,他去看望花又青。 与陆七基本结束,他小腿的伤也开始结痂,能下床走路了。 见他过来,花又青急忙起身。 魏无羡立即道,不必多礼,如今我们是一家人,就更无需客套了。 一旁陆峰有些羞懒地垂下了眼眸,陆离兮兮一笑,道,就是就是。 花又青有些难为情,下意识撇了眼陆峰。 也不知怎么的,他就是控制不住自己,总是下意识地去看陆峰。 这几日一直没有询问那天之事,见花又青状态不错,魏无羡道,那日你是被打晕的。 想起那天,花又青依旧有些后怕。 他点了点头,道,于府随从来找,说上晚邀我过去喝茶,有事相伤。 我本未多想就出了门,哪知没行多远,就被打晕。 魏无羡道,那个孙启刚好沉服期,还是被下了什么药。 花又青回忆了下,这才意识到,事情并非他先前所想那么简单。 公子,你这般问我忽而想起,那日房中确实有香气。 若平常人可能注意不到,但花又青是医师,对香味很是敏感。 当时太过于紧张害怕没多想,这会儿再想才发觉,自己并非因孙启而被动发情,是因那香气。 所以,孙启也可能是被动进入的臣服期,魏无羡道,怪不得那日于少爷说,他去见孙启识人好好的,不似臣服期那般不清醒。 陆离道,如此是不是可以说,孙启也是遭人暗算的。 魏无羡恩了一声,道,这个上晚啊,孙启并没有对花又青怎样,还放了他。 这个举动无疑救了他的命,也救了孙家。 魏无羡道,风哥,于少爷已经将事情处理好,孙启不会对你如何,但今后还是注意这些,防备不能少。 陆锋将人打了,世人君不知,但孙启绝对忘不掉这事,心中一定憋着火气呢。 他点头应允,道,好,陆锋那么沉稳的性子能冲动打人,打得还是孙家大少爷。 这要是换作寻常百姓,怕是早已没了命。 花又青知道这是起因自己,也不知日后孙家会不会报复陆锋,心中又是一阵愧疚。 这时魏无羡道,又青公子,还能记起那是种什么香吗? 为确保无物,花又青仔细想了想才道,与一般药物有所区别,是与花香混合过的,很淡,是枝子花,还有,一旁鹿风道,可是长色散。 魏无羡点了点头,应该就是。 之前还只是以为,那群人割线体,倒卖拿活人做试验。 这几日又意识到,他们可能做出了什么药物,可隐藏身份属性,遮蔽气味。 看来不仅仅只有这些,他们还研制了催情药物,不仅仅可以情动,而是在没有信箱的引导下,就可让前缘昆泽发情。 魏无羡道,看来我们小乔那群人了,花又青道,孙家是否参与其中? 魏无羡摇了摇头,暂时还不确定。 花又青瞥了眼陆锋,道,若需要,那孙启,我可问之一二。 陆锋很轻地猝了下眉,但此事非同小可并不是胡闹的时候,他也就没出言阻止。 魏无羡笑着道,好,若需要,那就劳烦又青公子。 蓝望鸡回来时,魏无羡在院中陪两只灵兽完。 小狐狸又长大些许,如今已经能很好的控制灵力,不会轻易将花花草草烧着。 滑溜溜实在是宠溺这小东西,任他起头顶撒欢也不恼。 蓝望鸡道,累吗?不累不累,好着呢。 魏无羡冲他一笑,昨夜才标记,精神得很。 想到什么他欣喜到,对了蓝湛,小东西除了会喷火,竟然能造出热浪。 我发现了,他若将灵力控制好,温度是可以随之变化的。 想到少年二次分化时也是如此,热浪可将冰层结界融化。 而他们去凡尘见旧人时,少年亦可以将物品点燃。 还须驯化,蓝望鸡看着草丛中抱着滑溜溜尾巴肩猛踹的小东西,柔声道,会越来越厉害。 魏无羡问道,意识可还顺利。 是有什么新发现吗? 蓝望鸡道,于怀从上晚处得知,那批长色散目前存放在城南山中。 魏无羡道,打算过去。 嗯,蓝望鸡应声,若无法运回便就地销毁。 民众所需长色散的量并不大。 北域虽已经限制销售,但正常购买毫无问题。 如此大的一批货,与其获得,不如直接销毁。 魏无羡道,上晚竟然交代了。 蓝望鸡道,于怀并非看起来那般随和。 想来也是,至尊之人,均非凡品。 于诗男能有今日的地位,一是因为他的家世,他是至尊前缘,更多的是他的能力和手段。 魏无羡道,那日毛茸茸忌惮与他,怕是真要分化出灵兽了。 蓝望鸡牵起他的手,道,无碍,不足为惧。 是啊,没什么可担忧的。 于诗男的秉性不坏,也并非善恶不分之人。 不管他分不分化出灵兽,都不会是蓝望鸡的敌人。 更何况,如今他和蓝望鸡都有了灵兽,滑溜溜的能力更是深不可测。 没人会有胆识和勇气,赶不顾一切,同蓝室作对。 魏无羡道,定下何时行动了吗? 还不带蓝望鸡回答,他又问,城南深山? 那,那群人的老巢可在此处? 一并搜寻下吧。 淘气的毛茸茸被滑溜溜掉走,蓝望鸡一揽着魏无羡的肩往屋内去。 他道,兄长会安排人手,明日夜间行动。 魏无羡道,听学还未结束,叔父和大哥忙得过来吗? 今年少了蓝望鸡,两人自然要忙碌许多。